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不管怎么样 明后两天周末将会使得北部东半部的水气增加降雨变多 我们就透过接下来这张路径图要来告诉大家 这个耐克台风目前就位在台湾东南边 大约是在1200多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它未来强度还会增强 有机会达到了这中度台风的下限 路径部分短时间来看 主要会以比较快的速度朝着偏西北溪的方向前进 通过飞兵旅宋岛陆地 接着进入南海 进入南海之后路径开始有些变数存在 画出来这条路径是中央气象局的预测路径 跟欧洲的气象模式现在比较区一致了 就进入南海之后预期整个台风会开始朝着偏西的方向转弯 接着会逐渐的减弱 这个是一号路径 对台湾来说威胁会比较小一些些 但有部分的气象模式像是美国的预报模式就预期 进入南海之后这个台风还是可能会朝着偏东北的方向转弯过来 如果走这个二号路径对台湾的威胁就会比较大 但目前资料看呢 二号路径的几率比较低 一号路径的几率相对高一些些 但不管怎么走 要接近台湾也是下礼拜二以后的事了 只是明后两天它的外围环流开始会迎风面 带来比较多的降雨 我们透过卫星云图一块了解一下 云图上可以看到呢 这个耐格台风事实上呢 目前在这个位置距台湾还是远一些些 但明天台湾附近的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气会进一步的增加 所以明天包括了桃园以北一直到宜兰花莲 都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形 尤其是在基隆跟宜兰局部地区雨势会来的比较大 柏林过了新竹以南 中部南部就不用担心 台东也不用担心 明天主要还是多云道晴 接下来等到后天 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呢 这个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气还会更多一些 桃园以北啊 一直到宜兰花莲持续会有降雨 尤其基隆宜兰提防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局部豪大雨有可能会出现 另外包括了新竹 还有在台东 在礼拜天这天也可能会有些零星降雨发生哦 但到了苗栗以南 中部南部 礼拜天的白天不用担心 主要还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但礼拜天的晚上开始 一直到下礼拜一 您回到工作岗位 随着整个那个台风它进入南海之后呢 外围环流带进来的水气呢 还会更多 所以在礼拜天的晚上开始到礼拜一 北部东半部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增加 包括了基隆宜兰到花莲都要严防好大雨的发生 另外在南部地区呢 在礼拜天的晚上到礼拜一 也可能有些局部降雨会出现 中部影响比较小 只是中部地区到了礼拜一 云量也会变多的哦 而至于在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图也要来告诉大家了 地面图可以看到 北边旋有高压 带来一些东北风 但是没有什么冷空气 所以呢 明天来看 主要是在迎风面 有下雨的地方 温度呢 才会比较凉一些些 包括了桃园以北啊 一直到宜兰这一带啊 明天的高温 大约就在23到24度左右 不过呢 您过了新竹以南 没有什么雨 当然温度就比较温暖 中南部的高温 明天还是有机会来到29到30度 台东高温也可以来到28到29度 但日夜温差大 早出晚归衣服多加一件 下礼拜二之后的天气 就要看台风的最后路径而定了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在这个周末假期 包括了桃园以北啊 一直到花莲啊 其实出门记得最好都要带把伞的哦 还有基隆宜兰局部地区 雨势会来得比较大一些些 尤其礼拜天的雨会更明显 各地的沿海 还有离岛流意强阵风 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也要流意长浪的出现 海边活动特别当心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 一块来关心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两天 台湾附近的水汽还会逐日的增多 因此迎风便的降雨几率 当然会进一步提高 明天桃园以北 都会有一些短暂的机会哦 温度部分也略微下降 基隆22到24度 台北21到23度 新北22到24度 桃园21到24度 新竹苗栗以南 多云稻晴 当然白天就比较温暖 竹苗高温26到27度 而中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29到30度 早晚低温呢 在21到23度之间 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当然明天在整个中部 主要都是多云稻晴的天气形态 礼拜天 中国天气也相对比较稳定 南部地区明天也是多云稻晴 但等到礼拜天的晚上开始 南部地区也会有些局部降雨 台南22到30度 高雄24到30度 屏东23到31度 而东半部地区呢 在明天宜兰花莲都会有降雨 尤其基隆宜兰局部地区 雨是比较明显 礼拜天的雨会更大一些 在台东多云稻晴 有机会见到阳光 台东高温29度 花莲高温26度 外岛地区多云稻晴的 在金门高温28度 锁定台式气象 君凯每天跟您聊天起